现在随着技术的创新和市场的平民化,无人机越来越多,得出现在普通消费者手中。 近两年,随着国内外品牌进入消费及航拍,无人机行业,无人机的价格也从之前的几万元下降到几千元,市场越来越成熟。 但随着市场的成熟,我国对无人机的规范化进程也越来越快。 近日,民航名传电报就发布了关于调整无人机驾驶员政要管理模式的通知。 从原先的无人机驾驶员和革政,转换为无人机驾驶员电子执照,又乘云执照,加强了对无人机驾驶员的安全规范管理。 这也表明,我国的无人机行业,步入了更加正规的轨道,在广阔的市场前进和完善的制度共同推动下,中国无人机行业正在蓬勃的发展,伴随着这些营消费及无人机飞行难度降低。 依照性能增强,功能增加,价格下降的优势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入手无人机,无人机也越来越成为我们生活的长期用品。 还记得前些年火爆的自拍感吗?基本上出去旅游,人手必备,但是自拍感它起照来角度单一,较为平面化。 现在无人机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,通过无人机拍照,会获得更加丰富的镜头语言。 试想一下,当你出去旅行时,通过无人机可以拍下壮美的沙漠,绝马奔腾的草原,以及高山湖泊,仿佛拥有了另一双眼睛。 但你看,或你无法用双脚去占量的土地,拍照可能是无人机普及的一大卖点。 但是,除了拍照,在各种黑科技的加持下,IBM近日发明了一种比服务员还要周到了的无人机,并获得了咖啡,无人机专利。 这款无人机不仅能配送咖啡,还可以约测顾客和时需要咖啡。 最了解,这款无人机可以根据对客户咖啡消费习惯,当下的表情状态来判断客人是否需要咖啡,因而能够带客人提出要求前,就能自动飞过来到咖啡。 这款无人机除了可以应用在咖啡厅,还可以备用在酒吧服务中,无人机会实时观察周围顾客的状态,并根据顾客头部前倾的角度或眼皮下垂程度来判断是否喝醉。 如果发现到有人醉酒,无人机就不会为其提供更多酒精饮料,甚至会忽略其发出的订单。 这样一架可以知晓新意的无人机,让我们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,但是科技带给我们的惊喜远不及此。 日前,在2018中国上海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上,一款靠意念控制的无人机被展示出来,这是一款依靠前沿生物信息传感与人工智能技术打造的产品。 传统的无人机需要我们用双手来控制,而这款无人机可以解放我们的双手,只需要用手机连接,开启APP上的脑控模式,并带上头带设备,就可以用一年控制这款无人机了。 用户不仅可以通过脑电波,操控无人机的起飞,降落和旋径,还可以结合头部体感动作控制无人机左右转弯,前进后退,左右移动等动作,无人机和高科技结合,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精彩。 但是当前无人机的发展还有很多障碍,首先是拍照无人机,拍出来的照片很美,但是这款无人机的续航能力较弱,很可能还没拍几张照片就没电了,原先拍的照片也很难导存下来。 同时知晓你心意的咖啡无人机和用脑电波控制的无人机,由于太过复杂,到机内都不会得到实际应用。 在推动无人机技术在更多行业落地时,除了上述的技术难关,相关人才的匮乏也成为那制约无人机发展重要因素,因而从技术、人才和成本来说,无人机的广泛普及还差一点火候,无人机发展的前景是被看好的。 政府和各企业也在积极引导,并推动在行业中得到应用落地,但前想要让无人机更好的发展,需要不断进行技术的开源以及人才的培养,未来还将会有更多的黑科技被应用到无人机行业,并逐渐被大众接受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